8月光復鄉各部落以離新年季陸續展開 以往都是鄉內最後一個辦理傳統年季的大新 烏嘎嘎部落 這次配合部落聚會所僻鑑計劃 同時避開農曆鬼月的習俗 成為第一個登場 而部落族人以年季歌謠招告祖靈 祈求祖靈天神必有功成能平安順利的完成 部落年齡階層以年季歌謠招告祖靈 等待多年的部落聚會所重建夢想 今天終於動土實現 大新烏嘎嘎部落頭目副頭目率領鄉長林清水 鄉代表會主席廖一鈞 以及施工廠商共祭祈福 庇佑功成能平安順利 早期聘鑑的光復鄉大新村 烏嘎嘎部落聚會所建築 是由於沒有取得合法建造與實造 後續修繕災修或者安全性都看慮 鄉長林清水上任之後也積極導政 並配合園民會一部落一聚會所政策 來推動僻建 獲得園民會2300多萬元的經費來協助 觀光鄉島蘇第二個聚會所叫大新烏嘎嘎 的聚會所我們今天來動土 因為我們避開7月份 所以我們今天也比較匆忙的來 邀請我們的部落的這些代表而已 我們想說如果在落城之後 再來擴大來辦理 然後烏嘎蓋的聚會所原來他是違建 也是很久幾十年了一直在修理 然後我們經過先政府的中共圓民會 經過各方努力來核准說 我們可以來蓋烏嘎蓋的聚會所 因為有配合部落的風年祭 大新今天來辦風年祭 我們完了之後就開始拆除來興建了 因為我們這個地是算最快的 土地本身就是建地 那又是公所土地 不用再變更地步 不用再一些一些額外的程序 所以很高興也真的很感謝 上幾堆我們大新對關物相公所的幫忙 那麼有這個聚會所可以找來完成 不論是相公所以及施工單位 為了遵照農曆鬼越步移動土的民俗 決意提早兩天辦理動土典禮 還是也為了配合動土興建工程 而原本都是最後一個辦理 傳統年紀的烏卡蓋部落 也提前成為了今年光復鄉 第一個登場的遺歷性 對於新的部落聚會所 都有滿滿的期待與祝福 藉著主領守護或者民俗信仰的庇佑 每個人都期望烏卡蓋部落聚會所 都能在兩年後順利如期的完工啟用 記者是玉蘭光復採訪報導